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咱今天说点什么事 行为艺术的事 你们两位的工作都跟艺术有关系 要照我说 今年中国行为艺术大奖 应该属于深圳一家医院 我给你们看看这照片 你就没见现在的医院感觉就是战场 好像深圳戴钢盔 护士小漂亮护士 戴钢盔保安发几十个棒球棒 在医院门口拎着棒球棒 你瞧 这是医院专门弄的 但是最近的新闻 听说在各界的议论纷纷之下 医院表示我们把钢盔摘了 但是你看行为艺术 它这个效果造成了 说缘由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一个骨折的一个病人 据这医院讲了 他出院的时候突然死亡了 于是乎病人的家属就在医院门口 渐天的放鞭炮起哄 干什么 这医院觉得很危险了 所以说我们要来这么一手 你们看这新闻了吗 我看到了这些 我觉得医院有作秀的成分 包括家属 他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他也有作秀的成分 他是作秀在前 他比如说他是放鞭炮 他要讨要钱这些手段 严格说不需要的 那么他做完秀 这医院做的秀比他还大 就引起了全国注意 对 我是觉得戴钢盔做秀 这个嫌疑是逃不了的 因为明摆的 如果发生冲突 这个钢盔是没用的 因为你的整个身体 还是暴露在阳光下 别人一拳照耀能把你打翻 但是病人的家属 对医院的这种愤怒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真的 因为现在医患关系的 这种紧张 我们是在多次的报道中 都已经发现了 你看就我们自身到医院 去看病的这个经历 就是你真的是 没有办法忍受医生的那张脸 就那张脸啊 就是给你感觉的那张脸 是冰人的脸 或者是看到你是 觉得你是来给他找麻烦的脸 这就造成你心里特别不愉快 我记得我小时候住院 住院的时候 我当兵的时候住院 那个时候大夫那张脸 是阳光一下 你身体哪天不舒服 那张脸往你脸前一站 他说话 那个口气 那个温和 你突然觉得身体就舒坦 跟脸长不一样 就是跟脸长 脸长一定不是这个脸 那么我觉得 医患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讲 医生他也有他的难处 因为我从小在医院长大 我在医院的事 知道多一点 医院长大 我父母都在医院工作 但是他不是医务人员 但是他在医院工作 所以我就 有机会的接触很多医生 那么我正好前些日子 也做了一个手术 就是一个胆囊摘除 没错 现在说话胆小了 没了胆了 你一进医院 你就知道这个医院 对你是多么重要 因为在这个信息 不对等的情况下 医生掌握了 你全部的信息 这跟你们古董行一样的 就是信息极端不对等 对 你不清楚 而且每个病人 都愿意希望自己少花钱 把病治好 都肯定这是正常的 而我们现在医疗改革 我们想政府也承认 这次医疗改革是个失败 对 跟过去的完全不一样 过去医院全部归国家所有 你也归国家所有 那国家给国家看病 那就不收你什么钱 那么今天去拿的药也未必有用 花了很多的钱 那么对于我来说 你比如我去动手术 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我应该说手术条件是非常好的 我住的病房是医院的最好的病房 但是我有一个环节 我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因为这个病房太好了 他离手术室比较远 他就要下沉到地下室 经过地下室 再走到电梯 再升到手术室里 这个地下室漫长的一个过程 对我一个即将手术的人 当我被扒得一丝不挂 盖着个大绿的 墨绿色的被子 然后插着一个管子的时候 我只要睁开眼 就是那个肮脏的地下室 一些搓垃圾的工人 就是跟医院无关的事 全部在你眼前 我说如果我们有一点人文关怀 把这个地下室漆成 你比如粉色 都冻得干净一点 让你不看到这个 你可能还好一点 人一定要获得一个尊严 尊严是两个尊严 一个是你生存的尊严 就是我得吃饱穿暖 另外一个在你得病的时候 你应该生病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尊严 这我想起来了 下次跟马先生聊天 我就讲 我说我看见一个调查 说现在这个社会矛盾 激烈 不是有这个社科院的去调查 比如冲击派出所 在街上砸警车 烧警车 不是这种事特多吗 这一调查发现 80%叫个非直接利益冲突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警察查你伪装的 周围一圈看热闹的人 跟他没什么关系 就骂警察 打警察 打警察 外边砖头就扔进来 甚至就说 这飞机直接利益冲突 比如说你走在街上 鸭鸡摔了一跟头 起来就会骂 妈的这市政 怎么回事 一帮贪官 把这路也不好好修修 没什么八干的 打不着的事 而且这些参与骚乱的 很多群众 80% 他不是直接说拆钱户 跟他没关系 但是他们说 这个东西就太危险了 你刚才用的这个概念 间接非常好 为什么说 他虽然不是直接的 对警察 对他造成了侮辱 或者给他造成了委屈 但是他可能在其他的地方 间接的受到了警察 这个符号 对他的某种不公 或者某种这个委屈 所以人家就说 警察 教师 医生 牧师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道德底线 对 都道德底线 所以我那天讲这事 马先生对国策 还有贡献的 说我觉得要缓和 这种社会矛盾 他觉得政府 可以做一件不大难的事 我觉得他这个医疗改革 我觉得医疗改革 一定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 就任何人对看病不发出 因为我们医 就大部分医药是很便宜的 成本非常低 你比如 就是那个辛佛事件出来以后 他为什么那个老板自杀 就是他那个药出厂才两块钱 卖到患者手里 已经变成38块钱了 以倍率价20倍 19倍 19倍的这个倍率 最后要召回的时候 得他拿出38块钱 他为这个压力而死 那么 他就是很多 在实际这个钱 很多中间环节 全部都被中间 可是矛盾 集中在医院和医患之间 医患之间 我觉得这个 如果国家不下大力气 做这件事 那后患无穷 你刚才讲的 这个药的价格问题 我前段时间就听说 就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医院 北京的很著名的医院 最近出了这么一事 就是那个时候 药不是专门有这个医药公司的 专门有推销药的人 所谓的推销员 他专门到医院去弄药 现在不是报纸上也披露 很多这个药 是医生在里面收费 提高价格 拉佣金 这里出了一个事 一个女孩 怀孕了 她老公觉得 这孩子不是她的 就逼问这件事 这个女的就供了 是那个医院的一个 就是管药的 跟她有了关系 结果一查 那个叫什么什么NDV 还叫什么 DNA 还不是她 结果一创 创出了三个 就是都是这个医院的 都是跟这个买药 是有关系的人 他是用这个身体的代价 换取了他们所谓的实惠 可是最终付出代价的是患者 是我们 是我们病人 我们要拉出 高出这个成本的多少倍 我们去买他那个药 你说他 这所有的信息的累积 一定是造成患者 和医院之间的这种冲突 有的时候 也不见得是病人承担 你知道我认识 一南方周末的记者 叫傅建峰 我觉得挺逗的 说前一阵跟我讲 说我弄了一个报道 这个深圳 两个打工仔 烧伤的 然后就到医院治烧伤 结果这个医院 多收了161万 可是这个钱 你他采访烧伤病人 人家没事 人家说我们没什么意见 因为这个钱是社保 就那个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查去了 然后他这记者说 完了完了 这就是有内线跟他通报 然后这报道出来 他可是就我要被整了 肯定有人要报复我 我得躲起来 这个是这个一定 一定大家会的干嘛 结果没成想 也没什么人提起这个事 就过去了 就是前一阵南方周末 头版登的 没什么议论 说实在话 后来大家我们这行里 说为什么呢 疲倦了 见怪不怪 见怪不怪 你这种天价医疗费 可了劲弄钱这事 这什么了不得的呢 现在 所以我觉得医院 应该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国家的公立医院 这类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 以治好老百姓的病为目的 这个很容易做到 以治好老百姓的病为目的 对吧 你比如我前一段时间胃不舒服 我买了一个叫什么 胃德勒 这什么之类的 往嘴里吃 这要百分之百是那 过去那胃书瓶 胃书瓶是一块钱 一大瓶一百片 你慢慢吃去吧 这不舒服就吃一片 这要呢 我以为有两板 掏了半天就一板 就这一共就这一片 一片大概不是十片 就是八片 非常贵 我忘了多少钱了 我觉得这个完全都是在过程中赚钱 你治好老百姓的病 绝大部分的病是不需要很多的钱 就能治好 国家容易做到此事 还有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像中国这样的 就是在医疗保险制度上 他们有健全 你看我上次跟一个台湾的朋友说 他们说每个月就交几块钱 相当于他们几块钱 这就有了医疗保险 到任何医院看病 他的单子都能报 中国人不是这样子 你要付出大量的钱 你像这么大病保险 什么小病保险 你都是你个人要付出很多很多钱 但是你最后你得到的报销 就是你的病的报销 那个额度却没有那么高 其实没有多高的 你真的得不起大病 我们商业保险经常是各种东西都除外 你都看不懂 你好容易交了一个钱 赶上那病 还是赶上出外的那病 所以现在出现的一些医院 是私人医院 他们那天 演员的孙存就跟我说 他介绍他爸到医院去 他为什么的医院好 所有大夫 你只要这个病人今天来看病 大单上的一个牌子上写的 就是某某患者要来 然后所有的大夫和医生在门口迎接你 每个人对你关爱有加 私人 这就是你想的尊严 就是很多人如果有点 但凡有点钱 他宁愿多花钱 他为什么 他要是那个尊严 我跟你说 这尊严多少钱买来 我跟你讲 我有个朋友在北京做体检 一个私人诊所 体检有两种 一种两千八 一种三千八 但是最后我这朋友说 值 就是他也有钱了 三千八百多块钱做一体检 为什么值 那家服务就跟太监 也不是说都跟太监 你体验了吗 你体验了吗 我体验了 是吗 你见不到任何一个人 就是你从这个房间 虽然你可能是三十个人一块去的 你在这个房间 这个棵检查完了 你转到另一个房间 你绝对碰不到任何一个人 而且你这个完了到那个科去 那个科的大夫已经在门口迎接你 对 而且那大夫感觉就像是医生 我觉得要拍电影 就应该找他 像呵护你的保姆 做代表 也是这样的 一头银丝 亲死眼睛 说话 声音是被控制的 不厌其烦 你问什么问题 又给你解答 而且你体验完了 有一项有什么问题 对吧 不用您来了 到时候查出来 马上第一时间打您的手机 邓先生 您刚才那一项 这次复查 正常了 你放心吧 这是有尊严 心里乱蒙蒙 是多少钱买来的尊严 这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看像现在这个医生 据我了解分成两个极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种极端 就是说拼了命的弄你的钱 就像我刚才说 南方周末这个报道 你比如说你重度烧伤 翻身本来不能翻得太频繁 对吧 一天能给你翻四到六次身 你上了翻身床 就叫上了印钞机 翻一次身都收钱 人家后来有人算 因为你就是虚报的 就是说重度烧伤 翻身换药清洗 大概得三个小时 他一天给你算四到六次 那这病人睡觉不睡觉了 要按他这么算 一天12个钟头就这么翻 这是这个问题 我说还有一类 是不敢看病 就是怕你的家属找我算账 怕我以为你怎么着 于是该做的治疗 我不敢 因为有的时候 为什么说信息不对等 确实只能靠你的本心 你的心 你有些时候很难受 有些医疗事故 不能怪医生 确实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选择这么治 冒险一点的疗法 保守一点的疗法 都是为了治 就是这样你说的 为了治好你的病 可现在如果心里存了这么一个心 那可是太危险了 现在我们要注意 医院里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为什么 很多患者住院 比如动手 手术的时候 有大家要送红包给大夫 他潜在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话语 就是如果不送红包 就这个医生的基本的他的医德 我是不可信任 就他不能信任 我只有送红包 他拉了我的理了 他可能会认真地对待我的亲人 如果他不受这个理 那么我会怀疑他 他能不能认真负责地把病人给治好 他实际上是怀疑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已经对他没有信任感 那么我刚才说的就是一部分 就我觉得绝大部分社会 应该是国家的公立医院负责你的病 那么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好的待遇 你有更好的尊严的体现 那么你就自己花钱 他有私立医院 就非常高的收费 因为我们你刚才说的那种很高级的地方 你不能设想全国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 因为他成本很高 他成本很高 务必就收费很高 那老百姓就未必能承担得起 我们说的尊严是起码的尊严 我不能说打点滴扔在路上 你去看那个 我看过很多摄影作品 那个点滴就在路边上 把那个瓶子往墙上 墙上钉一钉 一挂就在路边上 很可怕 我们现在农村 我们农村的医疗 还达不到我们下厢插队那时候 下厢插队的时候 每个生产队有个卫生室 今天没有了 为什么他没有执照 现在他还变成了一个行政了 就行政行为 就是说你这个是违法的 现在有了执照 有了行医能力的人 都不在农村里待着 过去大队都有个卫生员 对不对 有了头疼脑热的 给你弄点瓶药 扎着针灸弄弄就好了 现在这个全没有 就开始往县城里弄 县城里就一层一层 就出现了这种 因为你是盈利的 牟利是商人的唯一目的 他就是为了赚钱 我觉得站在商人的角度上 他没有错误 错误在于 我们这个事情 是不是要定成 是一个牟利的单位 对 在这儿 他说的跟上 是 而且你把它定成个盈利的单位 你也就不能多怪 对 你就不能怪 他不能破产 英国去年做了一个统计 特别有意思 我看了 他对所有的英国民众统计 就是本政府 英国政府 在20世纪100年来 所做的所有的大事 列成一个表 你投票 投票第一位的是 英国的医疗体制改革 百分之四十几 人投这张票 二战才投了20% 就是他高于二战一倍 剩下的全在这20以下 就你做的大事 唯独英国人认为 政府做的这件事 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 让每个人有尊严的看病 这个真是 我就希望我们的政府 就是要下大力气 因为我们现在有钱了 政府每年多收很多钱 怎么就不能把医疗 这个事做起来 然后弄得 你如果你的医院 如果你的医院能够 就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 对待病人的一套制度 如果你又是一个 非盈利的医院 你是公务员制的话 那这个医院非常好 所有人看病很容易 但是他接下来 会不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现在的公务员 政府机关的公务员 这是国家给钱 他们为老百姓服务 可是我们看到的 大量的事实是 他拉着国家钱 他并不为老百姓做事 他会造成这种 你可以用制度来控制他 比如说莫为淘汰 你的患者的意见太多 你就白白了 你得脱衣服了 当然他说这个话 也有一个大背景 就是现在咱说 这个礼崩越坏 你这个道德感崩溃了 特别是你比如说他们 你说深圳 我在深圳住过 你以为为什么深圳 会有这种冲突 我就说在北京 还是在广州 我都感觉大家熟 我这个熟 不是说咱认识 你说着同一种方言 就觉得是熟 还有一个 你在深圳 我跟你说 那都是五湖四海的人 冒险的人 到这我跟你什么关系 你都流动人口 你弄不清我从哪里来 要去哪里去 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实际是有一份生疏的 你像最近有个老头 不是调查吗 还是离休老干部 自己化妆成老乞丐 跑到深圳火车站附近那 调查 才发现那个什么 反正国家领导给他长篇批示 说咱们深圳这么一个情况 就那些孩子要乞丐的 我觉得那真是 就是为了冷酷无情 就这乞丐头子 弄来这小孩 已经哑了 已经是瘸了 咔嚓 再把你的小胳膊掰断 掰的骨骨折越多 讨来的钱就越多 甚至是 他发展成一个产业 成村带组的 村里的组长 带着村民 带着会计 咱就一块 制造船机 在马路边 守着还提出奋斗目标 叫赶五奔八 就是这一天 至少要有50块钱 多了就80 这样一个月 回老家就能带2万块钱 回去 就这报告出来 就是说他这个 现在是穷人富人 还是什么 甭管怎么说 为了挣钱 或者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 他是根本不管你的死活的 我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钢窥事件中 有一个感受 就是我在想 想了个更多的问题 就是钢窥 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现在社会出现了一个 极端化的一个符号 就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究竟有多远 钢窥就意味着 就是战争状态 就是我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是战争状态 我把钢窥给带上 它真的是一个象征 它说明我们现在 不仅仅是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人和人之间 这种信任感 这种距离 真的是已经到了 很可怕的程度 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政体下 医院改革是相对容易的 它是极权控制 国家只要把一个政策改过来 这个医院就改过来了 比如我们就刚才说的 我把医院从根上就改过来 那我一下就改过来了 你为什么让医院变成 你不想变成那个样子 对 你给他先描着给中歪了 这又倒过来 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 如果按照建立公益医院 就按照你想建立公益医院 就意味它不以盈利为主 就意味着 医生和大夫的医生和父子的工资 他不能够水涨床高 于是 进一步的造成了他们的怨气 这个怨气就杀给了患者 我觉得还是不会 因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体制 你比如警察这个体制 一直是国家管的 你再怎么着 大部分警察还是好的 敲打勒索的毕竟是少数 他因为你还是有制度管的 就是你有一个监督 你毕竟跟患者打交道 你不觉得 你天天的弄这个患者 你不觉得我们警察 很多黑道上 就是处于他的利益的要最大化 个别地方也有蛇属一窝的现象 更多的警察是建议为的 这个不宜多谈 去广告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你上回摘这个胆 有什么奇闻跟我们说说 没什么奇闻 我觉得我上一次做手术是二十几岁 蓝嘴 那个手术 那时候我爸爸带着我 我大概是二十岁的 记忆不是很深刻 也不太害怕 人随着年龄增长 对手术是有惧怕心理的 我过去不怕打针 我现在怕打针了 真怪了 是吧 原来不怕 小时候没有感觉手术 然后我还印象很深 当时我那时候是半身 底下麻醉了 然后我就听医生还讲 他怎么那么瘦 然后护士讲 说他怎么那么瘦 医生说健康 他们就还说 这我都听得见 印象很深 这就不行了 这进去以后 医生说先吸点痒 我说那这时候是麻醉的 我就心里说 只要这扣上去 我就有可能醒不来了 我心里就这么想 就心里很恐惧 那么因为我们 我所处的社会阶层来说 我是偏上的 您算有钱人 对 我算偏上的 所以我的医疗的 从钱上什么这些事 我是不再在考虑了 我只是希望把病治好 当然我们包括 我们跟医生的关系也非常好 我们现在说的社会问题 我们是需求在一个 你茫然不知的一个环境中 你一个人不认识的时候 你怎么去看病 你怎么能信任他 你怎么能不递红包 能够安然的 吸上麻醉剂 麻醉剂 这些享受尊严 这个享受尊严 我觉得这心里 多少是不是得有点爱 你知道南方 南方我听了很多人跟我讲 说他们去看病 把这个病人扛到医院 问医院 多少钱能治 医院说不能保证治好 那就不治了 马上就回去了 是 他不去试探 因为他说既然治不好 我再花上好几千块钱 家里借很多债就不值了 前两年不出过内案的 医院一看 知道这人付不起钱 快死了 还没死的人给你抬出去了 抬到野地里 现在要解决的 当然是道德教好 还不仅仅于制度改 制度改 我同意 但这个又路漫漫而修远 没错 路漫漫 中国籍千年都没完成 这个一年十万块 我没办法 一点五个